与施秉清对谈 今天跟施生讲讲一个旅游的问题 因为由一月到现在 其实我想全世界不只是香港 很多地方的朋友他们想旅游都未必容易 因为很多地方都有新的禁令 例如要有一些隔离期 施生,你是不是从一月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出过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没有出过 我刚刚听新闻知道有个人三月演了 最近又出去英国西班牙又演第二次 这件事都令我有点担心 因为他曾经这样演过 照计就一定有抗体 如果没有抗体都不会好 有了抗体 几个月又会感染 那你的疫苗还有用呢 疫苗都是用死了的病毒 或者残了病毒去刺激你身体 可以出一些抗体的 那它真的病毒 你感染过在你身体里面开过 按照计就抗体应该是强些的 都没有 将来的疫苗出来有几大作用 可能一年要中两次三次才行 不要吓人了 我都希望一次都行 你说回旅游 我相信香港人都挺饿 我呢 不算去得多 我见身边的朋友 星期五晚出发 星期日晚回来短的 去日本、泰国、台湾 那些短的旅游 他都整个一年去很多转 那 所以我相信 就是 这件事令到很多人都很饿 但是 其实呢 我认识了你这么多年 二十多年 其实你去旅行呢 我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和别人玩的行程 应该一定不同 另外呢 你就很喜欢挑战一些难度 还有去一些 香港人我想都不是很去的地方 也不算的 最初我都是跟大家一起去一些 标准的旅行而已 跟团那些便宜的 我想你十几十年前就是这样 有条件当然想有些不同 但是我最大的不同就是 很多人去旅行就是 到此一游 拍张照做的证明 我自己认为去旅行呢 不是只看的 人有五官嘛 眼耳口鼻皮肤 我便认为 人的知识呢 是由感官收集了信息 然后经过脑系统去整理出来的 所以一定是各种感官都要用的 所以除了要看 要听啦 要闻啦 要吃啦 要摸啦 什麽都做完的 所以我 譬如去旅行 我通常都会落水的 落水你可以感受一下 那里的水啊 气温啊 河流 那些水流急不急啊 那 所以我去那里游到那里的 我试过去罗恩河 那便在码头边跳下去游一游 我在瑞士路桑 它有个湖 我便跳下去与天鹅共游 我去希腊的时候 都试过见酒店对面有个岛 游去对面的岛 发觉原来是奸牧来的 游到才知道 也都试过在尼泊尔 就见河里面 有一只象 那些大笨象在处冲凉 你爬上去 爬上去和他一起冲凉 我见过那张照片 那你就会有不同的感觉 游泳 爬山 爬树 吃野果 去到各个地方 就试吃街边的东西 很多人说这东西不能吃 又说很容易病 我说那里的人都不病 我都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病 所以我都去到印度 去到尼泊尔 或者以前早期在大陆 去到街边 我都照吃 你刚才说印度 印度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去过 另外一个地方 你之前好像跟过一些慈善组织 去到伊朗 之前因为我支持联合国难民公署 做一些难民的项目 所以本来我不是去伊朗 但你不发疑呢? 去到盲加拉 因为当时我在盲加拉 有支持建一些难民营学校 给一些罗兴亚人 因为罗兴亚在缅甸西北部 受到当地佛教的信徒 佛教徒比较多 他们是回教徒的排斥 很多难民走了去盲加拉 盲加拉是回教徒 但始终在缅甸过来的 他又不给他一下子容 社会有些难民营 越住越内 不适宜再住帐篷 要建一些相对固定的难民营 我下面的基金也在那里做些工作 但是那段时间 本来说去盲加拉 他说那里的环境比较恶劣 不适宜我去 他说不如去伊朗 我去了伊朗 都是有看一些难民营 去看他们的学校 医院 一些社区的组织 和当地的NGO交流 这些既是工作性质 亦是旅游 因为你这样接触一个地方 跟李郑雅去景点拍几张照片 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的认识 社会状况的认识 都会不同 这会不会对你做人人生观有些影响 去一些比较贫着的地方 或者接触一些很贴地的社会状况 都会有一定的 我就不敢说 对我人生观有多大影响 因为一个人的人生观 我相信大部分在三十岁左右形成 孔芝说生实而立 都是立自己对世界的认识 对人生的认识 一个价值系统的建立 建立了之后 以后不会轻易改变 但是你有这种观念 有利于你去作新的观察 通常后期的 是巩固你以前的观点 我印象中有一次 你提过有人 留你去印度做地产代理 是 其实是不是你去过印度之后 你觉得那里没有什么发展 这些其实会不会都是一些 在那里旅游的经验 令你了解到那里的状况 去印度呢 不止去印度 也有去过其他地方 有人弄我们去的 因为我们在香港 做地产代理都算做得好 什么时候去都是银行的 为什么银行会弄我去其他地方做呢 因为有些银行 比如在印度 在万卖 在越南 在杜拜 他们有分公司 他们也做楼宇按揭 但是他们发觉 如果那个地方的二手市场不互约 那些抵押品值什么价钱 他又很难清 另外 要卖出去 如果市场不套现能力弱 令到它的抵押品 那个套现能力降低 它的可靠性就降低了 所以他希望当地的二手市场 就说 你去吧 我懂得那些政府 又懂得那些地产商 你们在香港做得不错 不如试试去那边发展一下 我就去过几个地方看 但是看完多数都没有去 因为实际上很多问题 一个就是那个社会发展的距离 风俗文化的不同 那不是借我去的 我要叫伙计去的 伙计去不是个个星人 有些地方譬如印度 好像讲英文 但是譬如叫我去越南 说那个沟通都不变 沟通不变 你只听翻译 你就觉得没什么差 另外 他们的交易的习惯 法律的保障 都不同 去到有些地方 譬如印度 我就适应能力强 我的同事看到他们 吃饭的方式 生活的卫生 去看完他都不去 他不去我又怎样去 我一个人做不得那么多 所以其实从旅行当中 施生就有另一个观察面 很明显地 跟一般人去旅行是不同 亦都能够看到 当地的一些所谓 机遇或者商机 其实我想这个你的观察 都应该跟很多香港人 其实香港人自己去旅行 都有观察 人人都有观察能力 不过就 将影相的要求降低些 你就看多些 因为有时 一个去到一景点 最美的位置 只有一个又要轮住来拍摄 我通常这些明信片买都有 所以我相对少拍摄 我以前去旅行 相机都不带 现在当然有电话 我也不是怎么拍摄 我觉得你用了拍摄的时间 你可能忽略了用其他感官 去感受那个地方的机会 所以跟你聊天 我很多时候都觉得 有一些我以为很简单的题目 跟你讲讲下 都有另一番的体会 好 今天跟施生聊到这里 好 拜拜 看着我好 好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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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